新竹縣政府要監管 新竹縣政府要監管 停職調職不要坐地喊架 停職調職不要坐地喊架 我的小孩在7月3號的時候 跟我說老師用腳夾住他 讓他不能動 所以我們在7月4號的時候 有跟老師做詢問 直接詢問老師當下是否認的 所以我們並沒有做後續的處理 一直到我們到7月10號 發現小孩被留在行政辦公室 一整天都沒有回到教室 全身髒兮兮的 臉上掛著已經乾掉很久的鼻涕 然後我們回家又發現他屁股 有一大片的尿佈症 所以他在辦公室是完全沒有受到 妥善照顧的 所以我們才決定要調閱 7月2號當天在教室 小朋友說有被腳夾住當天的監視器 那我們看到監視器當天 小朋友是被老師用棉被捆綁住 讓他不能動 而且已經在大哭了 老師還是繼續捆綁 而且坐在自己的椅子上滑手機 然後捆綁住小孩掙脫之後 他甚至把小孩帶到沒有開燈很暗的廁所 然後長達十幾分鐘 還有強迫餵食 很用力的把食物還有感冒藥 餵進他的嘴巴裡面 然後還有很粗魯 很大力的拉扯我的小孩的身體 還有衣物 還有甚至推他的額頭 或者是推他的身體 讓他後腦勺砸地 撞到地上 甚至還有言語霸凌的內容 叫他把腳鋸掉 或者是把舌頭割掉 這些很恐怖的言語霸凌內容 院長還有學校曾經承諾我們 要將七位人員停止 但是最後只有三位 剩下的到目前都還在在職當中 在2022年 他就已經有發生不當對待 可是新竹縣政府有沒有啟動調查 沒有 所以家長自己在臉書上講 那也去提一樣的 我真的生怕像台北市的狼狮案 前面沒有做 後邊就是再有繼續孩子受害 然後到了2023年又發生了 一直到今年2月才裁罰 可是2023年到2024年才裁罰 那只有一個老師被裁罰 明明在第一個承接單位 他發生不當對待事件的時候 已經承諾了七位老師要離開援所 這件事情要解聘 可是為什麼在我們重新發包 憲政府可能覺得說我重新發包了 我就已經換新單位了 那裡面的人可能就不干我的事情 所以呢 他認為說 第二個單位他要續聘哪些人 是由他來做決定 所以為什麼今天家長會這麼樣的奮勾 其實所有我們進捐服務的家長 他唯一的期待就是不要再有孩子受害 但是如果是這樣的教保人員 這樣的老師還存在幼兒園當中 這些家長如何放心 可以把這些孩子 持續讓他在這個幼兒園裡面受照顧